不同人考100分有多难? 第一个坏人,坏人每天不去上学就知道诈徒还有欺负人,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次他们考了多少分,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居然才考了10分,距离100分还有90分,看来他们这一辈子都别想考100分了。 第二个黑粉,黑粉可没坏人那么大胆,他们还是不敢不去上学的,不过他们上课一般就知道睡觉,所以这次他们考了50分这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,想考100分做梦去吧。 第三个路人,路人在班上默默无闻,就跟他们看视频不点关注不点赞评论一样,不过他们还算是乖孩子,该写的作业都写了,这次他们的成绩也还不错,考了一个70分,我努力加加油,上个80分完全没问题。 第四个新粉,新粉刚刚关注了我,为了表示感谢特意去给他们补习了功课,有了我的辅导,新粉成绩突飞猛进居然考了90分,距离100分已经很接近了,下次说不定就能考满分。 最后一个真爱粉,真爱粉们这次真是太棒了,虽然没有我的辅导,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,居然考了100分,全班第一,真爱粉们,我真是爱死你们了。 说!